想象一下2030年的新北市是什么模样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拼城乡风貌改造 给国人一个崭新的新北印象 一个不再是附属卫星城市的新北市 一个与国际大都会齐头并进的北台湾中心 新北市有着台湾缩影的特性 地理依山傍海 历史底蕴丰厚 为各地营造观景亮点 更要细腻融合在地人文 而接下来就带您去一睹 新北令人惊艳的城乡蛻变 空气中弥漫着含铁氯化物泉淡淡咸味 因为含有丰富绿离子 从1900年起 金山的温泉就盛传能养颜美容 安定名神 新北市政府耗时两年时间 整建中山温泉公园 除了在园区内重新引入温泉水 新建温泉泡脚池之外 还结合了有百年历史的 金包里公共浴室 让观光客不仅能逛老街 还可以体验在地特色温泉 尊重人文与环境生态并存共融 温泉区里面就有规划 在地的温泉的体验空间 跟日式木造的建筑交流大厅 跟卖店的市集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 可以让金山的民众 可以办一些集会 或者展演场所的一些空间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 在地行销 一些美食跟商品 那可以提升地方居住的品质 跟观光的机能 作为活化北海岸观光 和经济产业重要政策 青春山海线的示范亮点 金山中山温泉公园 在软硬体上 更获得大奖肯定 分别为有着建筑界奥斯卡称号的 中华建筑金石奖最佳品质 以及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 台湾景观大奖 风景油气类加作殊荣 这些部分有获得一些奖项的支持 那是对于我们城乡政策 非常大的肯定 那也是呢 未来我们持续翻转 城乡新北风貌的动力 那希望借由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更完善 新北的青春山海线旅游的品牌 那并带动北海岸的经济 观光跟建设的发展 市民要安居乐业 环境要永续发展 新北市努力重塑 城乡新风貌 还要从整合资源着手 像是封闭了七年的 乌来瀑布公园 重新化身为 以原住民为主题的公园 不仅展现出乌来特殊的峡谷地形 其中的动植物生态资源丰富 结合水土宝池概念 也赋予了乌来原始林木生态 将在地著名的人文 与大自然生态环境完美结合 以观光休闲内涵赋予新生 用生态工法来打造 乌来原住民特色的 一些景观平台广场 还有天空的木栈道 跟凉亭等设施 那我们结合了水土宝池的概念 来赋予乌来的原始林木生态 那也塑造了太阳文化体验的场域 那这个部分呢 它就转型成为乌来第一座的原住民主题公园 享受新北市淳朴之美的绿色慢生活 土城潮山步道 是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就能造访的城市后花园 以满山同花而闻名的土城 闻名的潮山步道 一样有着兼顾自然生态与观光休闲并重的坚持 属于新北维校山线一环 最亲近都市的亲子步道之一 以不打扰当地动植物的生态 在完成整修后 每到假日吸引大小朋友造访 整合资源重新改造的还有 共聊老街改善 街上的有机书店经过两年的生根互动 成为在地的社区图书馆 加上文创团队进驻 为地方注入新能量 实践地方创生 而旧深坑分住所历经80年时光 经过闲置空间活化改造后 结合红砖 老树 将原有建物拆除 现在也变身成为一处休憩广场 提供游客舒适的观光休闲品质 土城的部分 土城潮山步道的改善 解决原本大家常常在使用的潮山步道 那它原本是排水不良 还有它的原石的铺面 常年磨损跟青苔的堆积 用分层施工进行步道地面的修整 步道周边的解说牌 户外以围栏也一并的翻修 那营造更加舒适安全与清静大自然的步道 共聊的部分是透过它整个老街的道路改造 那这个是提供附近的礼民 还有来这边游玩的观光客 更加完善而且舒适的环境 那并增加地方的特色 以设施形塑共聊老街的意向 另外像深坑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部分努力向中央争取经费 将原本破旧的分柱所的前栋建筑物拆除 那把广场空间跟绿化空间给活化出来 那之后呢还会引入一些街头艺人的表演 还有一些在地的市集 还有都会区里的公园空间改造 纳入了减量全灵以及通用设计 作为规划原则 三重的大小和平公园正是最佳写照 翻转城乡印象 新北市正在遍地开花 有系统有计划的改造 2023年新北市风貌将是历经脱胎换骨后 以国际级城市的姿态呈现在市民面前